陪伴身旁提供疗愈的毛小孩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但当他有照护训练甚至调整不当行为等需求时 动物家教就是他们最好的老师 居住于彰化县的陈小姐由于对动物的热爱与持续学习 让她决定投入动物家教这份工作 我知道如果我毕业后想要追求的是一个稳定的收入 那我可以进入相关行业的公司工作 但我也同时知道关于我学习宠物相关训练的蓝图 将会被我延后许多年 在毕业后我决定了 那给自己几年吧 想试看看这个新的职业 为了提供更多元的动物家教服务 陈小姐在拥有宠物照护管理师征兆后 仍努力进修相关课程 今年也刚考取了幼犬专业 幼犬生活与行为专业顾问的资格 不过我的服务内容有哪些呢 比较跟训练无关的是像代客遛狗 另外当然也有幼犬生活与行为的道夫课程 或是学科方面的犬知相关知识介绍 担任家教这个工作 一边的与人互动 一边的累积经验 累积教学经验并且赚取金钱 那另一边就是时间可以相对好调配 不少家长为了鼓励或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而答应让孩子养宠物 对此陈小姐有更进一步的建议 其实当原本就有养狗医院的小孩 先去学习这方面的课程 或许在学习的过程中 小孩与家长会发现 这真的不适合他 那就停止了这个要求 不管最终是否有养狗了 为了所爱而努力去学习的过程 我想才是真的教会了小朋友 教导了小朋友 什么是责任与照顾 他也发现不少狗爸妈常犯的错误 例如网络分享 刚饲养了幼犬 在晚上哭叫式正常现象 不需多加理会 但他认为这是大错特错 其实在两三个月那个阶段 小狗是十分重视亲犬关系与安全感的年龄 作为饲养者的人类 应该要去补足这样的缺失 家访服务时就有实际遇到 后来在与市主讨论后 开始安排了睡前的 睡前进围栏的流程 与陪睡的时间 明显的哭啼废教时间开始减短 并且在后续 市主努力的练习下五分钟 狗狗就能安静的进到睡眠 从喜爱动物出发 培养有关动物的专长 进而发展成一份事业 陈小姐在担任动物佳教的同时 也在各地拨下关怀动物的种子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 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 更好影片的动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